我很高兴同老朋友左柯总统再次会面 两个多月前 我们在成都大运会开幕式期间的相聚 这个情景仍然历历在目 欢迎你来话出席第三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并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印度尼西亚是我提出 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首畅之地 十年春华秋时 中印尼共建一带一路合作 走在地区的前列 给两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福祉 已经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 重要的样板 两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过程中 始终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坚持共商共建共享 立足优势互补 携手共促发展 彰显了发展中国家团结互助 联合自强的精神 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 中国愿继续同印度尼西亚携手前行 在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道路上 加强相互支持 以共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 引领双边关系长期稳定发展 以更高水平的全方位战略合作 为彼此发展振兴 提供更大的助力 为国际和地区持久 和平和共同繁荣 注入不解的动力